那等於Dedif,所以優標放在C2的儲存格,輸入這一串 那其實你打小寫沒關係啦 刮胡之後的話,B2就是帶他的生日過來 所以總共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是帶他的生日到這邊 第二個跟什麼比,跟today today記者後面加一個小刮胡 然後逗點 比什麼呢?比相差幾歲? 歲的話就是歪 那當然相對的,如果你要比相差幾個月的話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m 那如果相差幾天的話呢 那是D嘛 YMD就OK了 所以其實啦 如果假設你要相差,比如說兩個日期 相差幾個月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你這邊把它改成m的話 他就改了 他就會你的生日 跟今天比 到底過了幾個月了 645個月了 那如果你想說 你的生日到今天為止 過了幾天了 那你可以改什麼 改成D就好了 OK 所以你們也可以 算一下你活到今天為止 活了幾天 19,637天 OK 那 一個人可以活幾天呢 如果你活到80歲的話 就是80乘上365天 對不對 就是HOTEL可以過的日子啦 OK 好 那 這邊的話當然是算年 算年 所以Y 打個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最後呢 當然 我們如果希望怎麼樣 希望他加 加個稅的部分的話 那其實特別注意 有兩個方法 但是 第二個方法 才是正確的 應該不是說 才是比較常用的 第一個方法是後面加一個AND AND稅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這邊 再串一個文字 就是要稅 然後雙以後 意思就是說 這個前面的 幾稅嘛 然後再AND一個字 AND就串結 打個勾 你會發現幾稅就出現了 有沒有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是用AND稅的話 那他這個資料呢 本來是數字就變成文字了 有沒有 53歲的話 他就變成說 他是一串文字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用這個方法 那我是比較推薦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呢 你不要變動裡面的資料 但是卻要有稅怎麼做呢 很簡單 就是請你按滑鼠右鍵 一樣用儲存個格式 這個儲存格格式的話呢 就是類似像剛剛的方法 差別是說呢 剛剛是切回到通用 這邊的話我們把它改成自訂 那自訂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他如果是數字的話 一定是0 所以0指的是 他裡面放的數字是多少 後面很簡單 不用AND 只要加一個稅就可以 所以0 然後呢 再加一個稅這個字就可以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 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要在後面 補個稅的話 那就是說呢 你把它按右鍵 之後的話呢 這個儲存格式 然後找到自訂 輸入什麼呢 輸入0 0指的是這個數字 加一個稅就可以了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53稅 有沒有 後面自動會幫你補個稅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跟剛剛有什麼差別 剛剛 如果你串一個AND稅的話 那這個資料呢 裡面放的就是一串文字 就是53稅這個文字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用格式的話 那不一樣喔 他裡面放的還是53 那這個稅的話只是說表面上讓你看到 他實際上 還是 這個53 並沒有多一個稅 OK這個差別在這裡 格式是表面上看到的 不是真實的 可是如果你剛剛AND稅 那就是真正 變成幾稅了 OK這個可能 最大的差別在這裡 那比較建議啦 用第二種方法 所以 這個計算年齡部分的話 我們剛剛用一個Dedif 然後再加上右鍵 除了格式制定一下 0 加一個稅就可以了 OK所以這一個地方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 切到 開課期別 接下來要來算什麼 算那個 所謂的結束 的日期 應該是哪一天 那你不可能說 每一次都這樣 他C04切過來 看一下 這個是C04 它是什麼 30個小時 那因為一週有 3個小時 所以基本上的話 就是10個小時 所以變成說你這個 公司應該 再把它除以30 再除以多少 除以3嘛 就是 不過它自動會變成 30 這個 應該是什麼 等於 剛剛漏一個等於 等於什麼 30 再除以 3 那得到應該是10週 可是它卻格式成什麼 你會發現它只要多一個這個斜線 它會誤以為是 那個日期 所以你把它改回來 按右鍵除了格式 跟剛剛一樣 把它改成通用就可以了 10週 那可是問題喔 如果假設說 我們第一週 已經開課了 所以第一週那一週的話 就不能算 所以喔 最後可能要 必須什麼 再把它 減1 減1的話 那就是 其實就9週了 OK 那9週的話 應該是 幾天之後 幾天之後呢 一週7天嘛 所以喔 幾天之後 那就刮弧 有沒有 再乘上多少 乘上7 就對了 63天 所以喔 其實喔 只要把 開課這一天 再加上63天 那就是答案了 OK 怎麼做喔 所以我剛剛推理一下 大概這樣 請各位想想看 怎麼樣取得 結束子期啦 當然啦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等於 這一天 再加上63天 這樣就可以了 打勾 結束子期就算出來了 那你想說 老師不是這個 日期 它是一個日期嗎 你為什麼加了63 它就會得到 正確的結束日期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樣 你會發現按右鍵出現格式 如果你把它打回原型的話 它裡面其實是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這個數字喔 其實就是 跟 1900年的1月1號 相差 幾天的意思 也就是說啦如果你在這邊 輸入1900年的 斜線1月1號的話 然後你再把這個格式一樣拿掉的話 按右鍵出現格式把它改回通用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就會是1啦 也就是說在Sale裡面 1900年的1月1號 其實裡面就是1啦 就是一個數字喔 那你想說老師那為什麼它會 看起來像一個數字喔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這邊有格式啦 這個格式的話就是把它格式化成日期的原因喔 OK所以喔 這個地方 為什麼它看到可以是這樣的格式 主要是喔 我把這個 這把複製格式 再刷一下 它就會 跟它一樣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先把剛剛的年齡先算完 記得然後再來的話 算一下結束日期 那怎麼計算 畫面先還給 各位一下喔 開課 齊別 所以今天主要是 先計算年齡 計算完年齡之後的話 再計算結束日期 然後計算完結束日期之後 最後再加一個 VBA啦 今天的進度大概到這裡 喔 就好 到達了 到達了 谢谢观看